大家好 我現在就在中山五路 向東的方向 這裡就是剛剛我在吉祥路轉過來 即是人民公園前站 走到這裡百多米左右 這裡就是中山五路 這裡一間餅店 很多人排隊 今天天氣很好 前幾段時間下雨下很多 這幾天開始的天氣比較好 今天我會走一走 北京路雙圈一帶 有幾條路我之前沒有走過 一個就是廣大路 另一個就是廣衛路 廣衛路雖然之前走過一下 但沒有全程走過 另外走一走 北京路步行街的北段 那段之前我都有走過 但也有很多個月 看看最近的情況如何 就是廣衛廣場 這裡有一個商場入口 這裡有幾個大的商場 這裡有幾個大的商場 五月花 天氣都很熱 超過30度的 在街面 現在來到這裡 橫這條就是廣大路 右邊廣大路是南北走向的 南那邊是大馬站路 大馬站路 廣大路是騎柳街 有一段基本上都保存了 在鑽角那裡 一路向北連到廣衛路 廣大路 廣大路本身也是民國初年 大概1920年左右 民國市政府拆廣州的虎鼠 將開的城是廣大路 基本上廣大路不是很長的 只有200多米 比較鬆 在南接是中山五路 北接是廣衛路 不太長 但是這條路 這條路有很多名人故居 有些可能都查不到 在網上未必查得到 有時候來到才看到 好像這裡 我看到 這裡有一間赤射舊居 舊子 這個好像是一個姓胡的畫家 一個名人 曾經大概文國 二三十年代 在這裡研究西洋畫 姓胡這個畫家是一個很知名的畫家 叫赤舍 尺寫 後來可能在民國時間 尺寫可能有些紅色的傾向 後來就改了尺寫 一尺兩尺的尺 即是尺寸的尺 又改了尺寫 現在我就在廣大路 向北的方向走 這段不是旗樓 應該是拆了 旗樓在鑽角那一段 就保留到 這邊就基本上沒有了 這裡有很多食屎 而且有很多老字號在這裡 這間應該是西餐廳 這間應該是西餐廳 這裡有一間是吃甜品的 我看一看我就想吃了 我打算拍完一段 就回來吃 因為看起來挺好的 拍完再說 左手邊那邊 就圍起來 應該是拆了以後 就圍起來 暫時都可能都還沒起 很多這些地方 拆了以後圍起來 要是做了垃圾場 要是做了臨時停車場 要是做了臨時停車場 這些就是黃金地段 現在是市中心 這間糕仔飯 這間糕仔飯 這間 診所來的 廣告大路不是很長 200多米 但是這裡曾經住過很多麵人 但是一下子我都 手上都沒有資料 左手邊那邊 還有一棟三層四層的羊樓 紅磚的 那邊 三層的 應該就是一些 以前民國時期的羊樓來的 來到這裡就是廣衛路了 廣衛路是東西走向的 東接北京路 北京路的負行街的北端 即是財廳那裡 東接西去到吉祥路那邊 去到吉祥路那邊 去到吉祥路 廣衛路也是一條很有名的 古城老街 可以追溯到明代的朱元璋 曾經在這裡 附近設立了他的圍所 圍就是保衛的圍 即是駐守軍隊的一個地方 曾經在接近吉祥路那邊 那一段 叫圍邊街 即是圍鎖的旁邊 民國時期 政府拆通廣州的虎后院 左右邊圍邊街 統一 建成廣衛路 這樣 這一段都是旗樓街 旗樓街 這裡還保留到的 廣衛路以前好像在近代 都是氣軟臨立的地方 現在我這樣看 又不覺見不到 另一個就是廣衛路 廣州最有名的就是巴士總站 廣州最有名的巴士總站 在城市中心 巴士總站 這裡有很多路車 接近10路車的總站 都設在這裡 可以通四通八方 東向南向西都有 而且這條路沒有特別的泊位 停在馬路 這裡是昌興街 之前我專門拍過一段 就是昌興街 昌興街 昌興街 新大新 以前新大新的老闆 在這裡 應該在這裡經營過和住過 來到這裡 很大的廣場 這裡就是廣東省財政廳的舊子 這裡是廣衛路 廣衛路來到這裡 在這裡有截住 一段可能車就不能入到 除了特殊的車輛 我估計可能是政府部門的特殊通行車輛 這裡是廣東省財政廳 這裏是廣東省財政廳 我之前也拍過一段 今天過來看看 廣東省財政廳 是廣東省財政廳 很有名的地標式的建築 在民國時期 孫中山就職的臨時大總統 和檢獄一些部隊 都曾經在這裡 因為地點非常重要 加上廣東省財政廳的位置 好像站在上面 是軍臨天下的感覺 因為這裏是中軸線 這裏廣場很大 能夠保留到 在這裏閱兵 搞一些慶典 現在左邊是 南越王博物館 以前是兒童公園 很多年前 十幾年前 一直在60、70、80、90年代 都是兒童公園 廣州很有名的 而是兒童公園 現在搬了 又位於南越王博物館 這裏全部都是騎樓街 騎樓建築 很漂亮 這裏有個招牌 港洲老字號一條街 這裏全部都是老字號 兩邊 店舖應該都是老字號 美女弄思情 注視口 郭中省秦政廳 這裏是武行街 北方 由中山五路地往今 廣偽路 有意義的 左手边那里看到一间叫东亚银行 以前没有国有东亚银行的 北京路步行街一段不断人流少一些 一般游客或者本地游客 我说的是省内或者市郊以外的游客 一般来都是去中山路向南的方向 那里集中 北段这段很少人会走过这边 这边一直在打造老字号一条街 太平馆又在 有些品牌店 老字号又在 这边是 这边是 挺舒服 太平馆 这边有几十年了 都是在这个位置 这间店真是 名副老字号 其他很多都是搬来 或者怎么样 黄上黄 这边就是科技书店 科技书店也是 几十年都是在这个位置 而且一直都是以科技书店的名字 这边就是商务印书馆广州分社的旧字 我记得以前 因为我很多时候都会来科技书店 但是就不太觉 这里有个招牌 可能 他商务印书馆广州分社的旧字 可能是这里 但以前可能没有树 这个招牌 现在可能是树 因为以前不过 科技书店真是很有感情 因为其他书店未必会常常去 但科技书店 这里真的 他买的书真的都挺多 挺专业 因为以前 很多年前 你不是在网上买书 或者不是那么流行的时候 我说的是十几二十年前 很多时候你要买科技书 除了去购书中心 除了去购书中心 以外 如果说是比较好的科技类的书 我觉得就是这家最好的 很多在购书中心买不到的书 可能是来这里都可以买到的 当然我说的是网络时代之前 现在的网络 在网上你买书 你买什么书 你自己打下去 你随便可以搜到 在书店找不到 在网上你都可以找到 但以前很多时候 就要买书 你真的要书店 你慢慢找 这里是中山五路 对面就是步行街 这个位置以前 搞了个人行天桥 这样就一个 真是被人罵到 总是被人吵得很紧要 好 后来 拆了真是一天光 这里就 虽然很范茫 这里 但是呢 你 在这里走过去 打横 斜 走过来都可以 这里开始就是中山四路 中山四路 它是来到这里开始的 一路去到 龙广所站 再过少少 去到月秀中那边 中山五路就由这里开始 向西 去解放楼 记得以前这个划分好像又不割 好像又不是这样的 好像一路去到文德路 总之 现在是这样 现在就在这里 就中山四路向西 向东的方向 好 这里人流多些了 因为在博行街里 出来很多人 很多 很多 游客 前面那里就是 苦前西街 我来到这里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多谢观伙